各位好朋友大家下午好 这是我们农历前最后一次来跟大家分享直播 那在这里也要预祝大家下个礼拜就是农历的春节 预祝大家新的一年能够有不管在事业、学业或者是人生健康方面 通通有非常好的进步还有非常好的发展 那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谈天收益第41个单元 从这个单元开始我们要来跟大家探讨一下五行的理论 所以我们第一个部分要来41个单元 要来跟大家分享五行学说的五行神 五行大家都知道是金木随火图五个 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很多人画五行有很多种不同的画法 那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四种比较常见的一个画法 我们先来看第一种画法 那常见五行画法是第一种的画法 第一种画法我们可以看到 他是木、火、金、水 放在四方 然后中间是土 因为是中央土的一个概念 所以春天就是木 春天就是木 木也是东方 那夏天是这个火 火也是南方 那秋天是这个西方 那也就是金 那冬天就北方 北方所以是水 所以木、火、金、水 就是把这个东南西北放出来 然后再把这个木 把这个土放在中央 这是第一种常见的一个画法 就是土居中的这种画法 我们来看第二种比较常见的画法 那第二种常见的画法是水、木、火、土、金 水、木、火、土、金 那这个画法是按照这个木 在居上 木居上 他是左旋的画法 左旋的画法 也就是说他是相生的一个画法 我们看到 水能够生木 因为水是地球上之前跟大家讲 谈过了 水是第一个出现的元素 所以水生木 木是第二个元素 那木生火 火是第三个元素 火生金 火生土 土是第四个元素 然后土在生金 所以就变成水、木、火、金、土 这是第二种常见的画法 那这种画法是水 它是在你的左方 这个木在你的上方 它是左旋的方向画法 所以是木居上的左旋画法 这是第二种比较常见的画法 那第三种比较常见的画法 也是火居上 火在上面的一个左旋的一个画法 那这木就是放在我们的左手边 所以 第一个是木 然后再来是在放在我们的前方 前方 这是火 然后之后 火在生土 土在生金 金在生水 金在生水 然后这个在建土的方向 它是一个相生的方向 然后在交叉的方向 它是一个相克的方向 所以木刻土 土刻水 水刻火 火刻金 金在刻木 所以这是第三种比较常见的画法 也是火居上的左旋的画法 那这种这个第三种画法 其实是我比较喜欢的画法 因为这种画法呢 共同一般常见的八卦的一个 一个学习的方向是相同的 所以这个是比较容易记 这个木火土金水 这是第三种的画法 那第四种画法是相反的方向 相反的方向 它是右旋 木在上方 木在上方 但是呢 它是木火土金水 它是右旋的方向 右旋方向 这个木生火 火生土 土生金 金生水 水又生木 这是相反的方向 这是木居上右旋的画法 所以怎么画呢 基本上都是OK 都是可以的 要看你自己的习惯 你觉得哪一种画法呢 有时候左撇子 右撇子 它的想法不大一样 所以你会有一些方向 你觉得怪怪的 那基本上 我们会建议各位 如果你要学五行理论 就挑其中一种 你觉得这个方法 就蛮适合你的方向感 蛮适合你的这个学习的一个方向 你就采用这种画法 所以在讲五行学术的五行神之前 我们先跟大家分享 最常见的五行的四种的画法 那第二部分跟大家分享 五行之说 到底是来自于哪里 很多人说五行是来自于《易经》 来自于《周语》 来自于《细词》 但其实呢 在《易经》《细词》里面 整个《周语》 都没有谈到五行 都没有谈到五行 但是非常有趣的是 非常有趣的是 五行 还有这个阴凉 确实用来解释这个六四卦 《周语》六四卦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骨干的基础 但是我们如果各位呢 有持续去看翻页的《易经》 整本的《易经》 包括呢 周吴王写的六四卦 包括这个 周吴王的这个 弟弟啊 周公所写的六四卦的姚词 以及包括呢 这个孔子写的《十译》 这当中呢 没有一句话 谈到五行 可见呢 五行刚开始的时候 可能不是来自《易经》 那《易经》呢 最早从什么地方来呢 最常见的一个说法呢 就来自于道家的五太 道家五太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一张图 这是道家五太 道家五太呢 基本上是解释了 从无极到太极之间的 五种状况 过去我们学《易经》的时候 都知道太极以前 就是无极 但是无极怎么变化成太极啊 其实都没有多所琢磨 那真正呢 把这个无极呢 从变化到太极的这个解释呢 主要是来自于道家 这个道家里头呢 有一个叫列子 列育寇 那这个人呢 在之前呢 曾跟大家分享 他讲说 这个在这里面呢 就是太义 太义 然后太粗 太始 太素 最后是太极 所以他是这五项元素 就是在 从无极到无极变化成太极的之间呢 他要经过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他要经过太义 第二个阶段 他要经过太初 第三个阶段 他要经过太始 第四个阶段 他要经过太树 然后最后一个阶段 就到了太极 然后根据列一括的理论 根据列子的理论 他说太义生水 太义生水 太初呢 生火 然后太始呢 生木 太四呢 生金 最后才生太极 所以呢 天地呢 创造出来之后 五行居 都具备 这是所谓的 五行之说 来自于道家五太 那道家五太呢 他这个说法 也不是来自老子 也不是来自于庄子 而是来自于另外一个道家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祖师 那这个人叫列子 那列子他的名字 原来叫列一寇 他大概是战国时代的人 战国时代的人 那在去年的3.16号 我们中批5.43呢 曾经跟大家分享 先天八卦严肃的时候呢 曾经跟大家谈到这个道家五太的这张这个图 那这个图里面呢 就是这个列子这本书 被列为道家的四大经典之一 那所谓道家的四大经典 还有包括第一个是老子的道德经 大家都知道 这第一本非常重要的经典 老子的道德经 那第二本呢 是庄子的兰华真经 这也是道家里头非常重要的理论 带来庄子的兰华真经 那第三本书呢 就是所谓列子的充虚真经 就列一寇的充虚真经 那最后一本是文子的通玄经 所以呢 在道家里面有这四本的非常神奇的书了 那这个这个列子呢 就列一寇 那列一寇根据人家的考证呢 他的生存年纪呢 大概是公元前五世纪 公元前五世纪 大概是在战国时代 那根据这个道子的一个理论呢 所以见过了所谓的道家的武态 那在过去的谈天所谓里面呢 我们曾经跟大家分享过 无锡的先天八卦 这是第一部分的 那第二部分里头呢 我们跟大家分享了 文王的霍天八卦 同时我们也根据呢 这个清朝的经学家 江勇的研究了 得出了怎么把先天八卦 过渡到这个霍天八卦 我们就在这里面呢 这个江勇呢 创造一个八所卦 当然这也是借在先天八卦 跟霍天八卦中间的一个 构渡性的一个挂象 那除此之外呢 南北朝时代 南北朝时代呢 协助北周五帝呢 主导魅火 我们知道在佛教里面 有所谓三五之祸 三五之祸 那三五之祸 其中一个北周五帝 他就进了这个道寺 进了这个佛寺 把佛像呢 把这个僧人呢 全部赶出庙里去还俗 这是那帮助这个北周五帝呢 主导魅火运动的这个经学家呢 这个人叫魏元松 魏元松 这一次道教跟佛教的一次大战 一次大战 当然是道教获胜 所以道教里的一个经学家呢 叫魏元松 魏元松写了一本书 这本书叫做元包经 那元包经呢 也有人把他认为的元包经 他既不属于先天八卦 也不属于后天八卦 就把这个元包经所画的八卦 就给他另外一个名词 叫中天八卦 也就是先天后天中间 有一个叫中天 所以把它叫中天八卦 他的次序呢 跟先天八卦 跟后天八卦都不大一样 他的第一个卦是坤 第二个卦是钳 第三个卦是队 然后再来是更 然后再来是离 再来是砍 再来是训 再来是正 所以他卦的顺序不大一样 那有人去深究探讨这个魏元松 写的这个中天 写的这本的元包经之后呢 认为这个元包经呢 有可能是来自于 龟葬八卦的改良版 上朝龟葬义的这个改良版 所以呢 这个版本的八卦呢 一般人呢 就把它叫做中天八卦 所以呢 在这里呢 大概在全面的40次的探讨里面 大概把易经 在各种不同的八卦系统 做个简单的一个介绍 做个简单 把这个易经呢 最上层的这个系统 最上层的系统 八卦系统 做个简单的一个介绍 那当然最主要的 还是周易的文王的八卦 这是目前呢 在易经世界里面 最上层的一个解构系统 大概都是以文王八卦 当作基础 那接下来 在谈完这些八卦理论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谈到五行 最八一经里面 最具关键的五行理论 阴良五行理论 那阴良这两个字眼呢 当然是胡锡所创 这是所谓的 这个阴良 但是呢 五行这个理论呢 对五行这个理论 做出最大贡献 却不是儒家的经学家 孔子也不曾讲过五行 周文龙也不曾讲过五行 那甚至呢 这个周公也不曾讲过五行 所以呢 对五行最有研究呢 要推战国时代的 这个阴良家 还有道家 这两个家呢 这阴良家跟道家 对五行呢 可以说是推行最利 但是究竟谁先提出这个概念 其实已经很难说得清楚了 那中国人呢 这个华夏民族的汉人呢 讲究这个阴良对立 所以认为凡事呢 都有正反两面 都有正反两面 那既然有正反两面 就是有阴良 有阴良之后呢 就衍生出了五行 一般的说是这样子 那在古代的这个经学家 他们认为呢 这阴良决定人的性别 那五行呢 决定人的性格 就一个人的性格 就是非常文静 非常急躁 或非常有智慧 或非常深疏所虑 完全看到他命格当中的五行的排列方式 那再根据这个五行的排列方式 就决定这个人的性格 所以我们讲阴良五行 阴良决定性别 而五行呢 却决定你的性格 决定你的性格 所以呢 今天我们呢 要来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 第二个部分 就是五行之说 有一种最主流的说法 就来自于道家的五太 道家五太 那道家五太呢 我刚给各位 刚刚再回到我们刚刚那个图 从太义 太初 太史 太树 太极 这些阶段里头 太义呢 照这个道家的说法 其实内玉寇的说法 太义呢 是指虚无的宇宙状态 虚无的宇宙状态 太初呢 是混沌前期的原始宇宙状态 混沌前期原始宇宙状态 太史呢 是混沌的后期的开天辟地原始宇宙状态 太树呢 是原始物质的宇宙状态 太极呢 就阴良未分前的宇宙状态 所以呢 他的五太呢 他其实各有各的不同定义 就是从这个虚无飘渺当中 这个状态 我们叫太义 就是完全虚无宇宙状态 虚无飘渺 所以有些人就认为了 虚无跟灵是不一样的 那照我个人学习意境的一个观点来看 这个无跟灵 还有跟虚无 确实他的概念是不大一样 所以太义就是讲虚无的宇宙状态 然后从太义呢 过渡到太初 到太初的时候呢 就混沌前期 混沌前期 原始的宇宙状态 就混沌初开嘛 混沌初开 混沌的前期 那太始呢 是混沌的后期 混沌的后期 开天辟地的时候 原始的宇宙状态 然后再来是太树 就是原始物质 慢慢形成之后的宇宙状态 然后最后呢 形成太极 太极就阴良未分前的宇宙状态 所以五太呢 就被认为说 从无极呢 过渡到太极 形成前后的一种宇宙的一个状态 那在天地未分 天地未分之时 呈现了混沌的状态 空间跟时间呢 它可以说是交着在一起 那这个时候呢 没有日夜星辰 没有日夜星辰 也没有白天黑夜 也没有春夏秋冬 也没有风雨雷电 也没有山川草木 也没有人群重受 总之呢 这个无极的状态就是什么都没有 那这时候呢 就怎么会产生变化呢 根据道家的说法的时候呢 就是有一股灵气了 那这股灵气呢 在里面呢 能够盘结而生 盘结运形 盘结运形 所以呢 它就从太处里面呢 再根据这个气气的这个运作 在太处里面呢 就生出了水 在太处之中呢 就生出了火 然后呢 在太死之中呢 就生出了木 在太树之中呢 就生出了金 然后在太极当中呢 就生出了土 所以呢 水火木金土 这就是五行的生成顺序 就水火木金土 就水生火 火生木 木生金 金生土 那这就是五行的生成顺序 就是从太义呢 一直到太极的五种状态 那这个世界呢 就这样产生 世界产生之后呢 就有一些东西 元素呢 就互相相生 有一些元素呢 就互相相克 就是有这个相生相克 所以五行的相生 我们先来讲五行的相生 五行的相生就是水生木 木生火 火生土 土生金 金又生水 那因为水生木呢 水生木 所以水呢 水润 水润 则生木 所以水呢 慢慢多了之后呢 它就水润 则生木 然后木生火 木干 软生火 木干了之后 软就会生火 所以木干 软生火 火生土 生金 土礦 常是在土礦里面呢 就有一些金属物资了 然后金生水 金消融则生水 这是他们这个益金五行的这个所谓的相生理论 那另外五行当中呢 又有所谓相克理论 相克理论 那金克木 金克木 木克土 土克水 水克火 火克金 所以呢 根据这里头 他们更加出演出一些的原理 刚胜柔 故金胜木 因为刀具可以砍滑树木 可以砍滑树木 所以呢 砖胜散 故木胜土 木胜土 因为土桩可以插进 木桩可以插进土里面 石胜虚 故土胜水 所以这是五行一相克的 就这样出现了 那因为五行的相生相克 所以他又产生了很多种的一个变化 例如说五方 五季 五色 五阴 五味 五脏 那这个就是所谓五行产生出来 五方呢 他是指五个方向 包括东方木 南方颇 西方金 北方水 还有一个呢 叫中方土 中央土 就是五方 所以东南西北 加上你自己本身所在 这样就构成五方 五季呢 是五种季节 我们知道呢 只有春夏秋冬 那五季呢 就多了一个叫长夏 所以呢 春为木 夏为火 秋为金 冬为水 还有长夏为土 啊 长夏大概是什么时候 就是大概呢 我们现在放暑假的这段时间 从六月二十几号呢 一直到八月底之间 啊 这里有一个 有一个长达五六十天的这个时间 啊 这个被认为是长夏 啊 所以呢五行的理论呢 他其实跟 呃 因为四季嘛 五行那四跟五 五怎么配合呢 啊 所以他们就创造出一个叫长夏 啊 长夏 所以呢五季就是指 哦 这个春夏秋冬 还有一个长夏 那五色呢 是指白金啊 所以金为白嘛 金为白 那这个青木 木为青嘛 木为青 黑水 水为黑啊 那红木 红火 火为红 所以黄土 所以土为黄 所以他就产生 所谓五色就是白青黑红 白青黑红黄 就是五色啊 这产生是五种颜色 那另外五音 五音叫做公章角子语 就是我们过去讲的 Doremi Sola 他没有发的音 就是公伤角子语 就是说五音 那五音里面呢 公为土 山为静 脚为木 真为火 雨为水 所以呢 Doremi 没有发 Doremi Sola 这五个音呢 他也有金木水火土的关系 金木水火土的关系 那五味 五味是哪五味呢 第一个是酸味 酸味 土呢是属于酸味 然后呢 这个土呢 木呢是属于酸味 木属于酸味 土呢 那是属于甜味 火呢是属于苦味 然后 金呢是属于辛 辛辣是属于金 然后呢 咸味属于水 所以呢 他就有所谓的酸甘 酸甜苦辛咸 有五种味道 那这叫五味 那另外呢 那另外呢 也衍生出五脏 五脏呢 就是心为火 心为火 所以我们讲心火五旺 心念属于火 还有干木 木是属于干 干是属于木 那另外 皮为土 皮脏是属于土 然后呢 肾为水 然后另外 肺为精 所以呢 就是心肝脾肾 就构成了所谓的五脏 所以在古代人的哲学体系里面呢 如果他们相信呢 能够洞察五行 就可以知道一切 就可以知道世界上一切的奥秘 例如说 你就会知道五方 你就会知道五纪 你就会知道五色 你就会知道五音 那另外你也知道五味 那另外你也知道五脏 所以呢 就是一切事物呢 就可以用五行的学说来解决 那甚至呢 他们创造出一种叫五德宗史 五德宗史 就王朝的更替 王朝的更替 王朝的更替 也是按照金木水火土 五行的映准在流行 五行的映准在流行 例如说 汉朝的浮世是火 黑色 为什么 因为他们这个秦是水克火 所以呢 秦朝的浮世是金 是红色的 那汉朝的浮世 但是我们看这个三国演义里面 那边汉朝的观念的浮世基本上是黑 为什么 因为它是水德嘛 水德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在古代里面 他们这个王朝更替 影场通鉴时代的中国 可以说是非常的巨大 从小的到我们吃的东西的味道 到我们的身体的结构 然后到我们看到的方向 还有呢 到我们听到的音乐 还有看到到我们看到的时间 季节的走向 都跟五行有关 包括人生的改变 包括呢 人生的断 这个 这个祸福 或者是说 一些凶救 那都跟五行有关 所以呢 这次我们可以看到 到这个最得力最大事 所以是来自于道家五态 所以呢 慢慢的 这个道家五态呢 就融入《易经》当中 所以我们现在就《易经》里面 就是有很多五行的理论在里面 所以我们谈完《易经》的上架构 之后 我们第一个要谈的这五行的架构 那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来跟大家分享 除了道家的说法之后 还有没有别家的说法 所以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继续来跟大家分享 感谢大家